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今天的专访当中 我们除了有关于市主义个人的部分之外 也要跟您一起探讨有关于民进党 在今年底的立委选举 还有明年出的总统大选的一些选举策略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 这个所有的针对民进党党主席 所问的问题保证得非常的麻辣 不过在麻辣之前我们还是先看看 冯光源 也就是习酒精 他给我们什么样的给我报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专宝宝的习酒精 很高兴有天大家见面 真的很高兴 因为这个星期呢 中共的飞弹飞来飞去 最后你我既然还都活着 是不是很高兴呢 首先呢就让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星期中共这个飞弹四射的新闻 稍早那个中共在这个媒体上面宣布 要射射飞弹之后呢 这个国内的媒体也纷纷使出这个浑身解数 想要这个好好地捕捕这个飞弹的画面 各位报报身为一个比较没有具功性力的这个媒体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 当然我们也想好好地表现呢 好好地改变这个国人对各位报报的印象 这个星期二呢 本报偶数日总编辑冯光源 就率领了一票摄影记者 前往离这个中共射射区不是很远的一个岛上面 想要这个实地拍摄这个中共 胡销而过的这个画面 现在就让我们用这个卫星连线的这个方式呢 请光源为我们报道 光源 光源 我把信号交给你了好不好 光源 听得到吗 光源 好 好的 酒精 谢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给我报报的冯光源 现在为您报道这个中共飞弹四射的新闻 对了 酒精啊 你现在那边是几点几分 我这边是礼拜六晚上十点多 你那边呢 十点多 我这边是星期二上午十一点 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时空 做这个新闻连线报道 会不会出问题啊 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啊 光源 我们是给我报报 好 你这样讲 我就放心了啊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是在离这个中共这个飞弹 这个弹着区 不是很远的一个岛上面 这次呢 给我报报 为了服务观众 我们一共派遣了四位 四位摄影记者 冒着生命的危险 到这个岛上来 为各位这个捕捉 飞弹呼啸而过的这个画面 那现在呢 飞弹还没有过来 那可是我们可以现在 为大家示范一下 他们的这个专业水准 来了 好 从他们的反应啊 各位看得出啊 他们都是接受过 良好训练的一群 这个摄影记者 我们现在再为大家 做另外一次的这个 这个这个试验 好不好 好的 我相信他们的这个专业水准 只要中共的飞弹飞过来 一定 他们一定是可以捕捉得到的 好 我们现在把现场 交还给酒精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官员 我们谢谢官员 利用这个跨时空的方式呢 为我们做这个报导 由这个报导 可以看得出 给我爸爸的厉害 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再看看 这个星期 还有什么其他的新闻 美国国会呢 前两天为蒋夫人 宋美玲女士 举办了一个致敬酒会 因为几家电视台 为这个新闻 又是这个强迫了头 所以逼得本报呢 只好再出动 一票摄影记者 前往这个美国这个国会呢 为大家抢派这个宋美玲女士 化妆店 为我们做卫星连线报导的呢 是给我抱抱的这个 激素日总编辑 李巨元 李巨元 然后进这个现场呢 交给巨元 巨元 你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吗 巨元 Yes, Eugene We are live here at U.S. Capitol Hill Dressing room waiting for Madam Chang to appear Madam please Sorry, I have to speak in English because we are using American satellite and it can only speak in English language so I'm sorry I have to speak English Well, anyway We are here in the dressing room waiting for Madam Chang to appear As you know Madam Chang's makeup skill is legendary Despite the age of 97 she still insists on doing her own What we need to know here is what kind of what kind of lip state what kind of what kind of we would like to know By the way it is Wednesday afternoon on the 27th on the 26th rather here in the U.S. And your time should be Saturday night 10 p.m. the 29th Yes How can we do this thing live I don't understand Don't worry about that I will give a bow bow Oh, I see Okay Well, anyway we're still waiting for Madam Chang to appear As you can see the air is filled with electricity People want to find out what color of lipstick she want to use What color of foundations she's going to use How long it takes her to do the makeup A lot of things We're losing our satellite Chu Jin, Chu Jin I'm sorry I don't think I can speak to you anymore Chu Jin, bye This week 中共飛弹4射的新聞 省長宋楚瑜 日前在省政会议里面 很激烈地批评 中共施舍飞弹的行为 是一种海盗行为 把中国共产党比作海盗 其实非常非常恰当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海盗是一种非常下流无耻的这个人 平常在这个公海上面 专门欺负那些老实的打渔人 或者是打劫着海上的难民 真的非常可恶 你们知道吗 就是说在有些电影里面 海盗他们 你当你的主播 没事要骂我们海盗 海盗干什么 我们海盗都很不爽哦 你知道海盗之所欲 常在船长之心 不是我骂你们 是宋楚瑜吗 宋楚瑜 我当海盗当了几十年 没有听过有这种鱼 宋楚瑜 宋楚瑜就是楚瑜嘛 楚瑜你们都不知道啊 他是一个人 他不是一条鱼啊 不是啦 楚瑜很有名的嘛 很有名的嘛 他混哪里的 他 他住在中安新 不是他住在中兴新村那边啦 中兴新村啦好不好 那我们到中兴新村怎么找他 很方便你们找 我们要找不到那条鱼我们会再回来找你 我会再回来找你 我会白鱼 我会白鱼 你不要跟他讲说说我讲好 海盗头头都是都是独眼龙 你有没有概念啊 最近天气都变化眼睛发炎嘛 是小摸眼龙 不是独眼龙 导播啊不能每次都这样子嘛 好不好 各位东西对不起啊 发生小小的误会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海盗行为 不要谈海盗啊 我们就谈中国共产党好不好 其实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好谈呢 反正就是一个杀人鲁麻下山难政党 不过这一次中国共产党四射飞弹 飞来飞去的 都没有台湾人因此送命 我们丢包包 我们前两天我们就决定是说 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要给中国共产党一点礼物 好不好 那今天节目 我真的是有点不太舒服 我们赶快结束了好不好 就是送给中国共产党一点礼物 我们就结束好不好 这个就是前两天 我们决定要送给 中国共产党的一点礼物 因为他们发生飞弹的原因 礼物我现在打开好不好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送给共产党 就是想要跟中国共产党讲 就是说 嘿 有你们祖宗霸呆啊 我是给我包包许酒精 我们下中同一时间再会 好 嘿 怎么搞 我们已经有copyline的观念 怎么还那么多海盗 好 谢谢 OK 我们非常高兴许酒精 给我们这么样的 这么精彩的给我包包 那么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民政党的董主席 是民主席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要来请教他 市主席 我们知道您最近到这个彭嘉宇去 就是您的这个跑到 亲自跑到前线去看这个东海演习 而且还听说还是摔伤了手 那么已经流血了 是这个留下了 为台湾人民留下第一滴血 那么市主席您去看过这个 尤其是看过这个东海演习以后 您觉得就是说您是不是还坚持这个金马车军 有没有跟你一个什么样的政策上转变呢 我想我先谈一下我当天整个航程当中的一些感想 我想本来彭嘉宇那个海域 应该是地球所有生物生存的空间 但是竟然有墙前要践踏那个领域 竟然又有武力要破坏那个地方的祥和 然后当我躲进了整个设计区里面 我们进去那里抗疫的时候 虽然北京政府看不到 但是我相信上帝看得到 结果在那半个小时当中 急目所及我看不到任何一艘船只 甚至于海鸥海鸟都在偶偶之间才能看到一两只 但是我真的觉得暴力武力强权 是人类应该共同唾弃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就像我们的船只里头所标示的 反威胁 非武力要和平 我想从联合国宪章到现在文明社会里头 没有人会接受在武力下 在或者在暴力下屈服 所以我们对于中国 他想要把他的意志强调在台湾人民的身上 甚至于不管说他这一次施舍的理由是什么 有很多人怀疑他的动机 比方说怀疑过他内部的权力斗争 邓小平的即将过去 所以他必须要发泄一下国内的正寻不安 第二也有人怀疑他是为了美越建交 美国冲返金南湾 可能造成对中国的威胁 那么或者第三点直接对于台湾干涉内政 企图利用这种方式来影响年底立委的选举 或者明年总统大选 我想不管他理由是什么 当一个执政者利用武力 企图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或者扭曲破坏那个地区的和平 我们想都是应该谴责的 那么以台湾人来讲 或者作为一个台湾最大反对党主席的立场来讲 我想我们最直接的办法 那就是走到射击区 你射吧 当我们不怕你飞弹的射击的时候 威胁的作用就会消失 不过主席我想 事实上就是我们理想中会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会去指责说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事实上它对于台湾的人民还是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像这样的影响的话 它到底就是说对您原来主张的 所谓像金马策军论 包括民进党他们所主张的就是台独党这些东西 会不会因为它实质上已经造成了台湾人民的一些心理的威胁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选举当中 民进党会有一些修正 或者您个人对于金马策军会有一些修正呢 我想这个党主席的回答之前 我们还是暂时休息一会以后 我们请党主席来回答 欢迎您回到麻辣新闻网现场 我想我们现在直接问一下主席就说 在这个中共的导弹的这个阴影下威胁下 到底您个人的金马策军论 以及这个民进党的台独党 会不会在未来的选举期间做一些修正呢 我想金马非军事区化不是我个人的主张而已 这个已经在1990年代国际社会 包括美国的艾森浩总统 美国的参谋本部都认为 金马策军对于台湾的安全 没有正面的意义 那么发展到今天呢 我们金马策军呢 反而会引诱中共 中国来侵犯金门马筑 最重要不是那两块土地 在战略上有什么重要 而是上面有我们几万的台湾子弟在那里 一旦那个地方被封锁 三个月我们的子弟就会在那里 不是被打死 然后就会饿死 如果万一我们金马地区的子弟 在那里成为敌人的人子以后 我们台湾整个社会就崩溃掉 你看看一个小小的东海的演习 就会导致台湾股票下跌 台湾社会人心惶惶 万一他封锁金马 三个月你看看我们台湾会成什么样子 这个教训东海演习正好印证金马飞军式化 必须加速进行 我们防卫台湾 金马不可能是台湾的防卫前哨 它没有海空军的力量 它不能保护台湾 反而我们重兵在那里 会导致我们的子弟沦为敌人的人举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中共有确实的武力威胁的话 因为金马没有办法防卫台湾 所以它更需要飞军式化 对 假使我会常常想 我们在防卫的立场 第一个是我们有多少武力 海空军的力量来抵挡入侵的敌人 第二个我也会站在地方的立场 如果我是攻的一方 我要怎么样打台湾 毕竟打台湾付出的海空军的代价太大了 那有关于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在未来这个选举期间 尤其是很近的立委选举期间 其实现在民众的压力都已经感受到了 那我们会不会修正呢 我想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觉得台湾人民如果放弃了台独党纲 或者是台湾要求主权独立的 这么样一个立场 中国就不会打你 你看最近中国已经表示得很清楚 如果你投言统一 他还要打 换句话说 关键是在于 他第一个有扩张主义的野心 想要蹂躪併吞台湾的那种狂妄的思想 那么第二个是我们到底愿意不愿屈服 我们愿意不愿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愿意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 北京政府的治理 关键在这里 而不是你台湾主不主当 事实上 我们今天台湾有人讲说 台湾不要集同也不集独 我想这句话逻辑上不通的 半世纪来台湾就是独立主权的状况 今天没有独立的问题 今天只有统一的问题 只有两岸 所以台湾跟在中国统一下 才会造成我们生活文化思想 意识形态的转变 独立就是维持现状 现状就是独立 所以我们知道你在那个 中共发射导弹第一天 你跑到股市去买股票 然后拿到10万块钱 10万不是10亿 20亿吗 好像没有办法刺激股市 那你还跑到AIT去 对不对 不知道你这些动作 你的用意在哪里 这样就可以保卫台湾吗 那当然我不会这么幼稚 但是我想我们台湾社会的 面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武力威胁 其实中国今天它 它对台湾的武器 不是在它的导弹 也不是在它的海军的力量 它今天唯一对台湾的力量 就是威胁 那威胁也会发生作用 台湾人心就会浮动 人心浮动 我们台湾内部就会不安 所以刚刚像那些 我们只是表示一个 我们不受你威胁而已 台湾人民我们必须有信心 我们想要立足在台湾 我们想要保佑生存权 然后拥有发展权 最主要的 是要建立在领导者 给予人民决心 捍卫这块土地 其实那些只是传感染 只是表达一种 我们对台湾的信心而已 那么主席意思也就是说 即使是民进党的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如果出现了以后 他还是会坚持台独的 这样子一个党纲吗 我们民进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点 台湾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 就是独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政府之外 所以今天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 今天台湾只有统一的问题 统一才会改变台湾的现状 第二点 民进党在去年我当主席的时候 我们曾经在一个中常会里 都表示过 如果经过国民投票 百分之五十点一的人 接受现在的国民叫做中华民国 也接受现在的国旗叫做 清天白日满地红 我们接受 而且我们会遵照 所谓世界的标准 十年十五年以来 不再重提这个问题 所以民进党的基本立场 应该是说 我们认为台湾的前途 不应该由总统一个人决定 不应该由一个党决定 应该由两千一百万人民 透过民主的程序和平的方式 特别是所谓国民投票 共同决定台湾的前途 就是民进党的立场 您不会担心说 这一阵子的话 民众因为受到这个中共 这个飞弹的一些压力阴影的话 反而对这个台独党 有一点点疑虑吗 不管是不是这种局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我想民进党面对的是是非 是真理 面对的是历史 但是也面对选票 而不只是面对选票而已 而且市政有很多 我想今天在给台湾人民很多不安的 不一定是中国的导弹 而且最主要 我觉得最主要是台湾的媒体 经常供中国威胁台湾的那些管道 我们内部最近做了一个民意测验 那个民意测验很有趣 它的标志于做什么 如果李登辉有一天主张台湾独立 有多少人赞成独立 多少人反对 我们的调查是百分之三十八赞成 百分之三十五犯罪 从来没有过 你说现在 所以很多人是民心的问题 这么激进 而且高 而且高超过 今天我们选战 我们选递会的执行长 告诉我这个事情 换句话说 台湾未来的走向 民心是看着议论在走 而议论是看着执政者在走 所以你现在对外发表的 战胜台独的 如果你只问他 你战不战胜台独 竟然有百分之十几而已 但是如果假定有一天李登辉 他说我们台湾要独立 竟然现在竟然就有百分之三十八赞成 而反对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是 那么说到这个 总统的选举 我们的 黄光琪 他这个总统选举有第二个主题 要请教您 现在总统选举在民进党内的初选 两雄相争非常激烈 那我们知道您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跟许姓杰好像有点心结 那在彭明敏先生入党的时候 你又是她介绍人 那一般感觉好像 你似乎好像比较偏向彭明敏先生 不晓得您个人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想第一个问题 我必须要很清楚的 我担任党主席以后 整个党中央的中立超然 不但受到外界的认同 也受了全党的肯定 我一直表示过 党 党务如果不能中立 党就没有团结的基础 所以我担任党主席以来 一直维持中立超等的理想 那我跟喜新良先生 虽然共同竞选过党主席一次 但是毕竟我们是长期的 20年的老战友 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 然后有什么心结 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嘻嘻哈哈的 到现在我们还是常常这样 我想最主要的 我要说明的一点 在两个候选人当中 作为一个党主席 我是让整个一部公平 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 那至于谁出现 而不是我当主席 应该特别去关切的 主席有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因为 他们许先良跟彭敏中心 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火爆 所以许先良这边 不断挑战彭敏中心 说他的双重估计 这东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中央也决定说 把这东西交给邱毅然 然后让他去进行调查 我很好奇的是 另外相对于许先良的要求 彭敏中心也要求说 听说最近几次的 这中间会里面 好像都有会选的传言 传出来 那这个对象 好像就是彭敏的一个对手 那这个东西 他们也曾经跟中央反映过 那为什么中央 并没有说 针对这个所谓的 会选进行调查呢 我想这段时间 大家对于民进党的 两位总统候选人的 这样的竞选方式 有一些意见 我觉得这是对民进党正面的 我觉得这样非常高兴 我觉得作为党主席 我碰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不但不会争取 而且觉得很欣慰 因为大家都看得到 国民党总统竞选 到现在大了什么样子 什么诚信论 什么阴谋论 什么厌谋论 什么都是厮杀的这么厉害 但是社会不觉得什么奇怪 他们的斗争的那么丑陋 反而对民进党要 对民进党的要求比较高 因为不习惯 对 不是对民进党要求比较高 那么一个党 可以被人民要求的更高呢 这个党才是一个有希望的党 换句话说 人民对民进党的期待 高于对国民党的期待 所以我听到这样的批评 我很高兴 这是我第一点要答复的 第二点 国籍的问题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当然法律问题 要很容易来处理清楚 所以昨天我就责任秘书长 来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对我负责任 我对中常委负责任 第二 关于所谓贿选的这些传闻 我想你刚刚说没有调查 这个跟事实不尽相同 不尽一致 所以调查 我不一定要打楼打鼓 但是我说过一句话 反贿选 是本党的基本立场 我不管是任何人 你只要涉及贿选 那我就 那么是不是党内现在已经有成立一个任何一个调查小组 我们有一个五人查委小组 有张东东教授主导的当位召集人 这个 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就这个 一直一直在处理有关有任何证据来 是 我甚至可以 其实这种要 其实坊间传得非常厉害 甚至就是说我们知道的有记者 他们的亲友就刚好住在新竹 那在新竹那场的时候 说实在话 他们就说有曾经听过说有个里长伯就来说 你如果说去投MOMOMO的话 你可以拿到200块 那我想这种要调查好像似乎也不是很难 那为什么目前好像没有一个结果出来 对我想这样子 我担任党主席以后 我处理过已经几次会选案了 因为这个处理会选案 在党内受到很相当反弹 但是我说过 关于会选的问题 我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 任何人 只要你涉及会选 我不可能跟对方有妥协的空间 那我一定处理 主席那这个结果是不是应该要在 最后两个人中间决定之前要先公布 否则的话没有办法 也不一定 我想说我们 跟组织部也在进行 我也希望相关的人提供主动 如果是怕经过党的程序 你对自己的曝光 会有担忧 那你直接提供给我 是 直接给我电话 090-165-510 090-165-510 165-510 好 你如果发现有会选的话 可以打电话给你 OK 这么我想这个 关于这个两雄相争 对这个彭敏敏跟许信良 一般民间的说法是 彭敏敏这个是民进党党 内里灯会情节的投射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 请我们党主席的回答 欢迎你回到麻辣新闻网 主席另外还有问题想要请教你 就是说你在就任党主席之初 你曾经提到过的说 民进党内有所谓的李登辉情节 那这个情节 大概六年之内不会消失 那如果说这个总统选举 那很多民进党 民进党也把这个李登辉情节 投射在彭敏敏先生身上 甚至现在已经有人说 如果彭敏敏先生没有当选 曲新郎先生出来选 他们要把这个票投给李登辉先生 那民进党这样还能赢吗 你有什么看法 首先我没有讲过说 李登辉情节六年后才会消失 我讲过台湾确实 民进党确实有李登辉情节 那么我解破过李登辉情节 其实李登辉情节 你把它撕下来 真正的字也是台湾情节 因为他是台湾400年来第一个 在台湾出生的人当了总统 这个台湾情节很自然的 投射在李登辉的身上 发生了作用 我想这次李登辉是后刀狼 命很好 那么至于说 你刚刚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所以有些传言说 假使谁出现 谁不出现 那么有很多会把投给李登辉 投射过去 我想这个在选举过程当中 这样的传闻都很多 但是我想民进党在台湾社会 已经建立了一个民进党情节 很多所以民进党有铁票 就是因为民进党情节在哪里 这个民进党情节是不会撼动的 那您认为您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李登辉在后面的选情 非常危急的时候 民进党那些铁票 还是不会投给他就对了 我想大家在分析 所以现在谁能不能选总统 都是太个人化了 我觉得今天在评估 谁会民进党会不会 已经选总统的胜选了 都还言之太早了 第一个 年底立法院的选举 会是结果如何 第二明年行政院的改组 会是如何 那么第三个 到了那个时候 国民党的党内的派系 又会是如何 那么还有第四个 我常常有时候会讲 上帝的上帝力会发生什么作用 谁都不知道 你说观察家还是会跌破眼镜就对了 OK 我们现在这样就这个 上帝力就是说 对我们观察在台湿人 不是在台老人 上帝力这个 台湿人不是台老人 对对对对 你刚刚讲到说这么长远 包括说 总统选举结果怎么样 其实要看前面的很多个步骤 其实太早了 现在都太早了 言之过早了 所以其实立委选举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 没有错 那我们在想中说 谈到立委选举的时候 我们大家会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奇 就是说 事实上民进党 他不断的希望说一些 资望非常深的 最重量级的一些 曾经当为立委的人 他能够去出任不分区 当一个表赛 带动所有的气氛 那为什么 那个时候 为什么党内出选的时候 好像您会比较希望能够做这个区域立委 而不担任不分区的第一头领协的这位 这位老呢 是我想在党代表大会以前 有党内有很多同志 希望我来担任不分区的第一名 我想对于这个好意 我只能心领 我所以要心领 我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我想最主要是 对台湾的整个发展来看 阳村党主席 那就是说一个 只当了一个党主席 而没有其他公职的话 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是民进党第一个 国会议员兼任党主席的 那么我这样的身份以后 让党中央跟党团之间的关系也很好 党跟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容易畅通 这是第一点 阳村党主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要先说的是 全世界除了共产国家 除了国民党的主席不参选以外 全世界的主席 除了美国那种主席 是大家不认识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的主席不是选总统 总统字就是选总统 那么否则内阁字 他就会选国会总理 国会议员 然后去担任国会总理 党主席只有两种选法 但是因为我不信任主席 我们党内又有初选 所以我不宜去参加总统 我认为 因为如果我去参加 党内的其他候选 一定是说你用党机器 垄断了党内的资源 所以我自我回避 这是两个原则 所以我最要选择参选立委 因为我们整个大的战略来讲 要有一组人去占领总统府 那党主席领军占领立法院 抢攻行政院 这是我们党的大的战略 是这样子 所以不会在这个初选 好 没有错 你刚刚提到那一点 为什么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这个不分区第一名 第一 是一个党主席 如果立法 让自己变成不分区的第一名 我涉及的 立法图立自己之选 我一生这么走过来 我希望我党内同志 也希望社会 能够让我在整个人生的旅途当中 清清白白 我不要做立法图立自己的事情 可是 对不起 可是党主席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因为这样子也造成了像党内许天才 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精英的分子落选 你对这点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这个话 这个所谓谁精英谁落选的问题 精英的定义跟谁落选的 都不是党主席 或者个人来决定的 这件事情要涉及到制度面的问题 而且还有其他因素 我想我不宜在这里谈 我想最主要 民进党希望建立一个制度 我们要挥备人质 要建立制度 这是我们走向政党政治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的 我坦白讲 我不相信谁是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人 如果你我之间还残留着 这样一个观念的话 我们社会永远不可能现代化 我们不可能制度化 我们也不可能法制化 那老师认为 我是天下老子第一 那非我莫属 那这样的人不够资格 从事这个政治工作 我很坦白讲 这个好 那第一点我想 我不要立法图理自己 那么第二点 党主席只是党一产生 我觉得在国会里头 既然是这样 那我应该要有民意基础 那第三点我为什么还在台南 就是因为我上一届 洪启昌立委 他在台南选的 如果我再仍然选一次 我就跑 会让台南市民觉得 你们每一次民进党 哪一个就选一任 然后就走掉了 我想这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像洪启昌那样可能不是很好 对 不是 会让人家觉得 但洪启昌是有另外 我们党有另外栽培的计划在内 那如果我能来 人家会觉得 你民进党本来 好像就是 就是这种 这种情形 所以 基本上 我觉得 我也知道 我在台南去参选 我去区域参选 当然不如政党比例 第一名那么稳 第二 我在台南参选 还要面对 选民的那种检验 但是我一生 我一生愿意接受检验 所以年底 年底我现在还是会负责全国的选局 那到年底 我顶多是 党主席施明德 到台南替 府城的立法党候选人施明德助选而已 那我胜败 我交给台南市民决定 你会替您同选区的 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助选吗 会会会 我作为党主席的身份 我很清楚 我要扮演党主席的角色 我很清楚 是 OK 那么我们在下一个阶段里面呢 我们将就这个党主席的领导风格 来跟他提出问题 休息一会儿以后 马上回来 好久没看到那么好的天气 音乐停止之前 你会爱上我 你会爱上我 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家族 是有很多规矩 不是普通人可以进来 不是普通人可以进来 好久没看到那么好的天气 不知道明天 浪漫灵感铁达 用身体冥想 喜欢动手动脚 喜欢动手动脚 每天恋爱 狗艺健康 甩头三十秒 来打生活馋 为单亲炒茶 在广阴的夜场 首先推荐点亮霓虹灯 点亮霓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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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就失去了意义 马尔 负责任的专专业科技 来来百货 庆祝父亲节 快意欢乐五折起 来来百货 全省展开 越快越要看清楚 驾车专用 雷鹏集彩 这个时候 你需要合力化命 消除疲劳 补充体力 武田合力他命 A2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已经有时间了 不晓得你对我自我的评价如何 我想我对我担任党主席的评价 不应该由我自己来讲 应该是由外人来讲 如果我有幸成为历史人物 应该由史家来讲 主席英明 太勾腿了 那如果打一个分数呢 我想我也不愿意 这也应该是别人的事情 我尽心尽力来做 不过当然了 如果说是看看我自己检验我的一生 我的领导风格 这倒是可以来谈一下的 我想很多老朋友 经历过美丽岛世界以前 跟经历过今天的我 都会觉得我有很大的瑞变 那种改变事实上 其实是一种角色不同 所呈现出来的 不同的那种作风而已 比方说在美丽岛世界以前 我那时候给人家的感觉很果断 然后很积极而且很有魄力 那时候因为我是担任党外的 总部的总干事 类似于现在秘书长的角色 当然今天我担任的是党主席 我负责调和鼎奶的工作 而且机器大了 那我必须要知人善用 所以我现在是用协调来取代支配 用沟通来取代命令 所以大家会看的我比较 好像比较柔和的多了 展现的跟以前都不一样 但是我要说回来 党主席跟一个党的领导人 跟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一样 你要坚守大言者 指引大方向 职人善用 给党员跟国人信心跟决心 我一直这样自我取喜 我想也用这样的方式 来面对我的职务 主席您刚刚提到一个领导风格的问题 但是我们好像知道 您在党内推动一些改革方案的时候 譬如说人事案 好像被驳回的机会很大 这个在国民党内好像比较特殊 不像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其实你看到了 我在整个党务改革里头 我已经在讲过了 我要让党要有执政的话 必定要党必须要经过改革的阶段 才能走向之志 那么改革呢 我想第一个就是改革 然后提升党形象 党形象提升了才会增加社会的信仰力 社会信仰力扩增了才能够赢得执政的机会 那么你刚刚也许没错 大家只看到的时候受杯葛的时候 但是没有看到那个杯葛之后 我们仍然这样做了 比方说我希望几位协计的朋友 到党中央来工作 贡献他们的专场跟他们的心力 就是你看到杯葛 但是你看看 现在这五位学者都还在党中央 这个外界都忘记了 杯葛没有成功 我觉得党应该做什么事情 党一定会有一些派系 或者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但是我作为一个党主席 我必须操然 然后我掌握党的大方向 坚索大原则 就是你看看 刚刚提到我觉得人都在啊 嗯对 说这个学者我们也想到就是说 事上这些学者 您刚刚也有说您最主要的 特长是协调调和顶奈嘛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前任的 许先良主席好像他在调和顶奈方面 做的比较具体 譬如说哪个位置给美丽党 哪个位置给新潮流 那好像在您这个地方的话 反而是学者比较受重用 而没有各个派系的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见得我想那是一种分配 在信良先生担任党主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党内的职务 是党最主要的资产 那么在我担任党主席的里头内 我们不但有党内的职位 而且我们还有整个国家的职位 可以来争取 那么第二点 我比较不喜欢用派系来作为酬庸 或者作为人才安排的思考 我希望以人才 我希望以对党 对人民的忠诚度的人来使用 我比较不喜欢拿这种党的职位 和跟国家的公器 来作为回馈的那种方式 这是很显然不同 因为我没有包袱 所以那因为时间外线 我们问您做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是所谓的具体这个事件 它不但是发生在台北市长陈水扁身上 也同样发生在您的身上 他不相信您对于法官这样的一个具体态度 还有您个人的态度怎么样 我的案件已经很清楚了 当年我们为了追求总统直接民选 这个诉求非常清楚 而且已经入线 明年就要选总统了 是非公道自在人性 那么我们追求 在追求一个理想的时候必须付代价 所以我愿意你强的具体 什么方式我都愿意接受 只是对恶法我不愿意主动答案而已 但是强的具体我会不会反抗 我不会要求生严 这是一个基本立场我已经宣示过了 反而我对于这次法官李吉祥先生 对处理陈水扁跟彭白贤洪启昌的案件 我对于这位法官先生我看不起 法官讲话 你应该在法庭里头讲话 你不应该在对外放话 这样的法官让人觉得他想要一夜之间 自我说到成李青天 是一个很政治性的 比如说他对陈水扁先生 他明天要出庭 他竟然放话在庭外说他 说他什么 说他什么 为据述犯规 你法官没有权利讲这种话 你认为他据述犯规 你去依法处理 你就今天晚上12点钟以前 强制狙击大案 你在庭外放话 就已经是有时你一个法官公正超人的立场 这样的法官我真的看不起 我特别要讲李吉祥先生 你不要想一夜之间成为所谓李青天 台湾的司法改造像你这样的不可能成就的 主席那我们还想问你 就是说如果说下一次 民进党内有很多终身带的人来跟你搅族当主席 你是不是还会继续竞选连任 我想我一生自我驱驶是像圣经里头的 那个施西泽约翰 我跟李先生 李登辉老先生比较不同了 他是驱驶自我是摩西 那我自我驱驶是施西泽约翰 不都是外国人 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 所以我知道 其实一个人的职位都是医生当中一段性的 至于我明年是不是会竞选连任 我坦白讲我到新来都还没有决定 我觉得最重要的年底的立委选举 胜负 是我对党对台湾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也期待说台湾人民经过这么久了 如果我们真的想台湾要根绝金权政治 要打破黑道干政 我们要给台湾一个青年的新的时代 必须要让民进党在立法院里头 争得更多的席位 我们今天不谈明年的总统 我们只要求年底先让我们民进党席位大量增加 如果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跟台湾人民保证 民进党绝对会给台湾人民一个新的台湾 一个安全的和平的祥和的团结的 进步的大台湾 今天非常谢谢党主席 我想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不像党主席过去给台式访问 还被他封杀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完全是非常开放的 我们也是第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是民进党党主席 第一次面对媒体里面 完全的把他心里面要讲的话 所以讲出来 绝对一刀未解 OK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党主席 也谢谢我们的资深记者 黄光琴跟蓝轩 OK 下个礼拜 来 马上新闻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